唐代宗李玉在位时一不小心 妃子娶多了 这咋办 力不从心呢 于是他找来了孙子李宋 好孙子 这个王柴人就送给你了 经不经嫌 爷爷的妃子 送给我做老婆 我真是会谢 这辈分不就乱了吗 这下奶奶成了自己的老婆 这是尴尬到家了吧 当时的李宋万万没想到 他将尴尬一辈子 转瞬间李宋的老爹唐德宗李阔登基了 李宋他自己被立为了太子 还娶了萧氏为太子妃 这下终于不乱了 那还不乱 只是这次乱的是萧氏他老妈 萧氏的老妈是李宋爷爷唐代宗李玉的妹妹 是唐朝的公主 这位老公主可厉害了 他死了老公之后 耐不住寂寞 在朝廷官员里 大力发展自己的情人 很快就被人告发了 没想到啊 对呀皇上 他还用巫蛊之术诅咒你 诅咒我 听到这儿唐德宗李阔 那还能忍 直接原地炸了 立刻下令把老公主和他的情人们都给咔嚓了 顺带李宋也光荣躺枪了 嗯啥 太子肯定也是一伙的 废了他 废了 爸爸 要怪只能怪我娶错老婆啊 我立马跟萧妃离婚 让王室上位 王室 我之前的那个小妈妈 我去 有点乱吧 你让我捋捋 还好在仙人宰相李毕的间议下 唐德宗李阔没有废掉太子 从此李宋小心翼翼 一句话也不敢乱说 一门西式伺候老爹 老爸你还满意吗 嗯 再重点 好嘞 平凡的日子没有过多久 某日唐德宗李阔 见到了李宋的儿子 李源 这孩子 送给我吧 我咋就生不出来这么好的儿子呢 就这么说定了啊 李宋当时就懵穿了 儿子成了兄弟 好尴尬 那李宋也不是吃素的 心一横 为了皇位 我什么都可以忍 李宋做梦也没想到 这一忍 就是26年过去了 他老爹还活蹦乱跳呢 唉 常年压抑苦闷的李宋 他中疯了 话也不能说了 唐德宗李阔当时就愁病了 唉 之后就直接嘎了 为了这个皇位 李宋是争招老罪了 这下 他终于继位登基了 唐顺忠李宋 终于等来了 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他立马找来了自己的心腹 刘雨昕和柳宗元等人 轰轰烈烈 开启了他构想了26年的三板斧 你这三板斧 是要把自己砍的吧 果不其然 不久之后 以俱文真为代表的宦官实力 先桌子了 君权我是不会教的 但是皇权 皇上 你倒是可以教出来呀 在宦官们的操作下 当了半年皇帝的李宋 让未得了他和自己奶奶兼老婆生的 唐顺忠 李纯 李宋容身为太上皇 李宋心想 行吧 当太上皇 起码还能想想清福 结果当了五个月的太上皇 李宋就嘎了 想想清福 是我想多了吧